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6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直接一点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对于目前整个A股的看法 首先从指数方面来说 无论是在日线图上还是在周线图上 很明显创业版指数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调整阶段 但是这个调整会调整多长时间 或者说调整到什么位置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两个指标 第一,如果创业版指数8月底收盘不能收在5月线上方的话 那么创业版指数后面这波调整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长 操作上我们建议可以去关注一下 创业版指数在3200点附近的反弹机会 第二,宁德时代能不能守住447元的位置不破 因为目前宁德时代20周线和周K线布林中国的位置 都是在447元附近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宁德时代应该会有一些支撑 那么如果宁德时代在447元这个位置只跌齐稳的话 那么创业版指数阶段的底部也就差不多可以看到了 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在宁德时代447元附近 去做一个短线的博弈 上海市场这边 虽然这两天上阵指数表现要明显强过创业版不少 但是在沪深300指数还没有占上5080点 以及上阵50指数还没有站稳日K线布林中轨之前 我们还不能说上海市场所代表的权重蓝筹股会开始持续走多 目前权重蓝筹股我们认为还只是一个超跌反弹的逻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就意味着A股的行情就此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会 至少在8月底之前 我们认为A股很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个股分化的表现 至于说理由 我们来做一个换位假设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基金经理人 面对现在每天都是一万多亿的市场量能 而且你手上又有非常多的资金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去做什么 我们从人性贪婪的角度来说 答案只会是继续积极的去操作个股 因为每天一万多亿的量能对于A股来说 并不是一直会出现的 而这么大的量能 确保了机构资金可以及时的买进或者是卖出 另一方面对于基金经理来说 他现在手上也有足够多的资金 如果现在是积极操作 那么做赢了 他可以拿奖金 做输了 他最多没有奖金拿 自己也不会损失 因为拿来操作的那些钱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基金经理 你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好的赚钱时间吗 所以我们认为上证指数没有连续失守200天移动平均线 创业版指数没有有效失守3200点 互生两市成长金额没有跌破1万亿 这三个条件只要不同时出现两个 那么目前这种分化的表现 或者也可以叫做结构性调整 或者是结构性的行情 也就会继续存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机构资金方向 首先是龙虎榜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值的一共14家 其中轻能源这边有两家 分别是雪人股份和厚浦股份 随后是半脑体这边有两家 分别是和林威纳和明威电子 那么随后的十家分别是 稀土这边的北方稀土 数字货币概念的制度股份 电子烟这块的天鹰控股 食品饮料板块的陈德鹿鹿 国产软件板块的华软科技 储能概念的百川股份 碳中和这边的顺薄合金 有机硅这边的冬月硅材 次星股板块的翼翘神舟 以及电力行业的福林电力 那么从今天的龙虎榜上 我们看不到非常清晰的方向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北上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入前六名的 分别是美帝集团 义伟里能 龙基股份 宁德时代 招商银行 以及通微股份 那么其中和锂电池光伏相关的是占了四家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的情况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超过一个亿的 只有五家 分别是东方财富 恩节股份 五粮业 贵州茅台 以及三一重工 那么虽然我们今天在龙虎榜和北上资金 个股榜单上 并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方向 不过从过去一段时间市场的表现看 对于目前的选股 我们可以大概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 科技股 超跌权重股 周期股 依然是选股的三大方向 第二 尽量选择市值在500亿以下的公司 第三 尽量去选择每一个细分行业 产业链上有的公司 那么这就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